然後大概束的時間 不要超過20分鐘 但是過程中你要就是幫忙 注意一下媽媽的手的溫度 還有它的顏色 因為老人家的水衣型 你不要沒有那麼好 然後這個必須它是一個束 所以就是要注意它的手的溫度 你看是不是能夠溫溫的 如果說變得比較冰冰涼涼 那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基本上不要超過25分鐘 然後就一次綁一隻手 然後20分鐘就換邊 然後一天大概 一到兩次這樣子 然後腳的部分 就先不要打開吧 因為等一下要做那個啊 喔對 腳的話跟你借一下 這隻對奶奶來說有點太長了 又短一點了 這隻對奶奶可能會很痛 對啊 對它 其實要先拉 對奶奶 來放輕鬆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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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所以到時候就請她弄到左邊啊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在錄音耶 我就不要講話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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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所以坐的時候 我就是要把 有 剛剛有來 但她又走了 又走了 三隻呢 春年的嗎 春年的 還有 你再跟她拿好了 你再上那個 但是現在沒有耶 他說 醫生說 你說 你快點坐小